哈囉 熱心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門的航海王熱血航線囉 那我們今天要玩什麼東西呢 試一下 哲平已經把我們之前抽到的那隻艾斯 已經都給他練到一個算是還蠻高的位階了 基本上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那這邊一直有一個玩法 我還沒有玩給大家看啦 也就是我們這個... 勇闖推進城好不好 這個好像類似我們的 塔塔的一個功效的東西啦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玩一下這個模式 之後我試一下就可以繼續打了 要不然一直不解喔 拿不到相極式的一些好東西這樣子喔 那這邊有幾個東西 有二層跟三層 二層跟四層跟六層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戒備等級好像都是1啦 那我們就先開始挑戰一下這個猛獸好不好 根據關卡推薦的夥伴類型和果實能力進行戰鬥 會讓戰鬥變得更加輕鬆 所以它是有一些額外的一些效果的是不是 所以這邊推薦的是無果實跟超人系的角色 那應該是可以用一下我們那個吧 就是用我們就是那個... 用那個誰...用我們就是鷹眼吧 鷹眼是無果實的角色啦 應該是ok好不好 然後... 對 鷹眼是無果實的角色然後... 那個誰... 喔這有點像是我們就是那個... 每一層都會有一些就是那個... 讓你爬塔增加那個能力的那個模式好不好 這個好像也蠻好玩的 喔不過這個模式是沒有辦法那個耶 沒有辦法轉畫面的 喔它有點像是那個... 喔我懂了 它是不是那... 欸哇 它...它是這種的喔 好猛喔 它是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有點像是我們那個... 該怎麼說呢 以下伙伴被鎖定在該層出戰後 什麼意思 喔是喔 會被鎖在這關喔 那當然就不要讓它出戰啦 那我們就不要讓它出戰 不然...不然會被鎖住對不對 我看一下喔 鎖住的話我們就慘了好不好 我們先先 不然我們是先用一些就是比較NOR的 用一些比較NOR的來打好不好 這樣應該會比較好 欸真的耶 這個狙擊王跟米霍克會被鎖住好不好 那我們就是 用這樣吧 哈哈 狙擊王瓦里帕 OKOK 被鎖被鎖 沒事沒事 所以這個一層的話 基本上有每一隻自己的那個角色 你要自己去搭配 你一開始如果就用浪一些就是比較強的角色 躲在下面的話 那應該會完蛋喔好不好 就盡量不要這樣 看一下哈 阿龍然後 他進來 哇你還有夥伴喔 哇操 他還有夥伴耶 我這阿龍感覺好像血量有點多耶 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狙擊王也不是說完全沒練耶 欸等一下 哥哥哥哥 你好像真的有點狂 喔破綁了破綁了 所以這模式感覺 也不是輕輕鬆鬆可以打的那種模式耶 你看這個 他的那個 血量有點多耶 好恐怖喔 哎呀旁邊那些人不要搞事喔 哎這也是推進城的感覺耶 因為 這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就是 我忘記大家有沒有看了 就是 在那個麥哲倫的那個 就是魯夫不是有一個被關到監獄的那一集嗎 這個應該就是那邊吧 所以裡面有一大堆這種就是那個 監獄人你知道嗎 監獄人 然後他會在裡面幫那個 幫惡龍在裡面打我們耶 有點麻煩 那你不是應該要幫我們一起打他們才對嗎 我們要一起 一起逃離監獄啊對不對 擊潰那個麥哲倫啊 可以了 惡龍快死了 他好像單純就是血量比較多而已啦 所以 好像也不是說就是 特別強到那種爆炸的那種感覺 這種就還好 因為 有一些就是那個血量很多然後 也是強到一個爆炸 那就沒得打了 哇 這還行 只是他每一神的話都會有那個 綁住了一些那個角色喔 所以大家要自己要知道就是 你自己如果只有一隻角色比較強的話 就沒有辦法讓他們就是全部 出現在這個塔裡面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狙擊王跟瓦一帕被鎖住了 故意讓瓦一帕被鎖住了 鎖戰好像就不會有事了就還好 好沒有問題好不好 所以這個勇闖推進的還算是蠻好玩的耶 然後你可以選擇一個效果好不好 他就是每一爬一直爬上去之後 你就會就是變得更厲害這樣子 好 這邊把他打死了 然後 他基本上這個的話就是有點探索小地圖 然後你可以閃這個守衛 哇 可以閃這個守衛 不想跟這個守衛打的話 欸幹 欸欸欸欸欸 不一定喔 太好笑了吧 有鑰匙 然後有鑰匙就可以打開一個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到處去探索 這守衛好像不一定要去打他們 這好像蠻好笑的 我還以為一定要打他們喔 看一下喔 跟著他們跑 好 進來 欸 是那個 然後 他被鎖到這一層了 所以他就可以一直用他啦喔 所以一層的話你可以用一隻那個 你想要用的角色 然後就一直用他打就可以了 這這這好像也還好 這沒有什麼問題 克里克 來 哇 我覺得這個 人人群真的很多有點麻煩啊 哈哈 人群太多啦 而且比較麻煩是因為騙人部 他是屬一個 一個員工的角色喔 這個沒有說那麼的好死 哇 欸這個克里克 好像也是 遠公俊的角色喔 欸 完了 空 欸 哇 比我還會射啊 好扯喔 好扯喔 我們先把他的護盾打掉 反正打這種boss一個要點就是 你要把他那個下面那個黃黃那個盾牌打掉啊 這樣他才會被你繼續連招啊 不然 不然他有那個霸體的時候都會很難打 啊 狙擊劍 再見 到底是有什麼辦法把火藥做成這樣啊 真的很猛耶 水 好打死 而且這個 這個這一層的關卡比較好就是 你進來只是就是在另外一個場面打架 然後你的血量不會一直持續扣著喔 他如果 沒打一層那個血量都一直不會回血的話 會會很嗨好不好 會超級難打 好這邊的話 用一下攻擊力 行行行 所以一層的話大概有那個 有五五五四個小 四個小關然後一個一個大王關這樣子喔 然後是 其實路線是一定的就是一直先這樣過去 欸 不會說很難 幹 等一下 他到底要幹嘛 不是這個走位到底會會幹嘛 這走位好像不會幹嘛 蛤 蛤 蛤 那走位 那走位感覺不會幹嘛 那個走位到底要幹嘛 不是 那個走位到底要幹嘛 走位感覺不會幹嘛 他不會直接跟你打欸 喔 MIST3 欸 還行 MIST3跟騙人不打 OK吧 OK吧 Define MIST3 蠟燭男 對啊 MIST3我記得他好像也是有在這個監獄裡面的喔 就是 在那個 就是這個篇章的時候 是真的有在裡面 哇 他會直接蓋蠟燭塔欸 好猛喔 欸不還是第一隻那個 惡龍稍微比較難打一點 欸等一下等一下 但我沒說 哇操 欸不要 欸瞎雞巴 你這樣真的很雞巴 把人家困住 欸還困很久欸 然後我記得魯布在這邊遇到那個就是 就是會改造人家體型的那個人妖部隊喔 就是他爸的那個 左右手吧 我記得沒錯的話 NICE好不好 機器王也還行 所以這遊戲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每天都要培育很多隻角色 然後慢慢用這些角色來去就是 讓自己就是變得更 就是打關卡會比較輕鬆這樣子喔 像我的話基本上每一天都有就是在練一些角色這樣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喔喔他是有那個啦 就是他會有一個紅色的條 那紅色條 你如果就是讓他 就是久一點點的話他會那個 這誰啊 蛤 這誰 完了 這怪鳥是誰 欸這怪鳥我還 我還真忘記他是誰了耶 你們知道是誰嗎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哲民分享一下喔 我真的忘記他是誰了 這誰啊 哇動物園 蛤 巴奇里斯克 完了 他應該不是什麼太大的要角吧 我完全完全沒什麼印象耶 完了 你哪位 好像你只要把這個大王打死就沒有問題了 你也不用去打一些旁邊那些小敵人 你再把他打死就沒問題了 所以 終結 欸這遊戲說真的真的是還蠻好玩的 而且如果你又是喜歡海賊王的話 你一定會更愛啊 因為 他就真的是 東西很多啊 然後每天這樣推進 然後還有PVP系統可以玩 然後 你可以慢慢的去爬這些層這樣子喔 真的是頂不錯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怪的Boss到底是誰 最後Boss關 有沒有他快會有一個 紅色的那個盯你盯久一點點 那個如果 被盯到的話你可能就是要 跟他們對戰了喔 那跟他們對戰的話一定沒什麼好處啊 他們一定不會給你們東西 然後 他們一定也是偏難打的那種角色 來了 強敵來襲 會是誰呢 Friendy赫斯 等一下這隻 等一下他好像是那個 監獄的守門犬對不對 我自己沒錯話 所以剛剛那隻那個鳥應該也是 監獄的什麼東西吼 斯芬克斯 來了 超噁心 有欸有欸真的是欸 他們真的是監獄的人員欸 哇這隻好像 好像也還好 我一下要把他破盾了 應該是我們現在目前等級太高了 畢竟這個模式很早就開始 只是哲平現在才打 所以我們那個等級應該是 比較到比較一個後面的 我這模式也是很好玩 天啊 虛本克斯 再見 羽毛獅子 嘿嘿嘿 射死 射死 沒問題 那之後的話 基本上 哲平應該私底下會自己把推進城給他推掉啦 那如果有一些更好玩的一些活動或是新角色的話 會再來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樣子的感覺囉 那大家有沒有打我們這個推進城呢 都可以分享給哲平知道你們覺得哪一層 非常非常的恐怖好不好 哪一些敵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你們都可以分享給哲平知道一下喔 那第二層的話呢 我們之後有機會的話也可以就是繼續 打給大家看啦好不好 第四層是我們那個 焦熱層好不好 到時候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囉好不好 那我們一起玩到這邊啦 我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